根據總部設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週三公布的數據 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由11月份向下修正後的101 升至本月份的110.7 是7月份以來的最高位 也高於路透社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期的中位數104 也比彭博社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期的中位數104.5 報告指在所有年齡組和家庭收入水平的美國人中 消費者信心指數都上升了 而在35歲至54歲的年齡組 按年收入12.5萬美元及以上的家庭中 消費者的信心增幅最大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首席經濟學家Dana Peterson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12月份消費者信心的上升反映了對當前商業狀況和工作機會更積極的評價 以及對未來6個月的商業、勞動力市場和個人收入前景都沒有這麼悲觀的想法 對於當前的業務和就業的看法就更積極 衡量當前形勢的指數由11月份的136.5升至148.5 在同時對未來半年的預期指數由上個月的77.4升至12月份的85.6 是反映出美國人對未來的活動、售業機會和收入信心增強 數據顯示由於認為通脹將會繼續回落 消費者對美國聯儲局未來一年加息的預期有所下降